舞台上禁歌热舞 台下全是大一新生 气氛嗨翻天 迎新活动应该是健康清新 但是进了游戏场 竟然变成18禁 两个女生当众接吻 甚至被要求互接口水 另一头甚至由男生拖光光 在女生面前一丝不挂 夸张活动像是酒店里的情色游戏 这是景文科技大学 三年前就出现过的迎新活动 去年9月在苗栗西湖度假村 四系联合迎新 情况更脱续 有女学生吓到直接跑回家 她站在旁边看觉得太可怕了 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脱内衣 然后脱内裤 然后吐口水在别人的嘴巴里面这样 就大家都脱光光啊 然后玩的游戏都很清澈 不做的话反而就是 有一种你怎么没有帮我们 对争取那种荣耀的感觉 受不了同才挤压 许多女学生纷纷在网路爆料 当天不但要大家嘴巴喊水 给另一个人喝下去 还逼男女同学脱内裤脱内衣 甚至小队名都用生殖器谐音 还要在异性身上咬糖果 当晚就有女学生反应 迎新活动太恶心 想要回家 学校才紧急派车把人接回来 去年9月几位科大举办迎新会 但因为内容被批完太大 一下要求脱内衣 一下要求脱内裤 其中就有7名学长姐 被学弟妹提告 活动设计40名学生 当初被送性评会调查 当中7名关键干部 遭3名学弟妹提告 警方问讯后 以妨碍秘密 妨碍自由等罪嫌 含送法办 对此校方表示尊重 一切配合调查 只是迎新素迎 是大一新生 对学校留下的第一步印象 没想到学长姐设计玩过头 竟然反让自己吃上官司 记者新白市综合报道